《壮志凌云》 《独星侠》英语 Top Gun Maverick 新加坡 台湾裔捍卫战士 独星侠 是一部于2022年上映的 美国动作剧情片 是1986年电影捍卫战士的续集 由汤姆·克鲁斯主演 本片由拍拉蒙影业 定档于2022年5月27日 在美国上映 院线上映90天 后于串流平台拍拉蒙加上线 电影在影评界及观众间 获得极佳好评 口碑更胜前级 全球票房长卖超过14亿美元 目前为2022年 全球票房台行冠军 美国电影学会将该天列为 2022年十大最佳电影名单之一 剧情 彼得·独星侠米切尔上校在美国海军服役已经36年 凭他的资历功勋 至少可观拜二星少将 然而他却为了能继续飞行 拒绝晋升 继续担任一名是飞员的任务 独星侠跟以前一样 经常不按军令行事的作风 惹出不少麻烦 多年来一直是一个令海军相当头痛的人物 某天海军少将切斯特 铁锤 肯恩 企图终止及因素飞行实验机 岸星计划 把资金拨至旗下 较具有未来性的无人机项目 独星侠在肯恩来到出油工厂的基地之前 驾驶按星 并把速度提升至10马赫以上 最终 飞机在提升至10.3马赫后 开始失控 并在提升至10.4马赫时 不堪负荷 解体失势 独星侠靠弹射生还 肯恩以此事勒令独星侠停飞 但独星侠的旧日战友 现任太平洋舰队司令官汤姆 兵人塔赞斯基 却把他调派至加利福尼亚州 圣地雅哥的北岛海军航空站 海军在中将部 旋风 辛普森 和少将索罗门 术士被此的命令下 召唤了一批曾经在美国海军战斗机武器学校 结训的FA-18EF超级大黄蜂精英 年轻飞行员 独星侠奉命训练他们 以执行秘密轰炸任务 在任务方面 据资料指 某敌对国家 以伊朗为原型 与大国结盟 在峡谷尽头的深挖处 建造地下防空设施 进行有浓缩作业 除了在峡谷周边配置 多座防空飞弹阵地外 附近亦有配备 多架第五代战斗机 苏-57米-24磁路直升机 和老式F-14熊猫式战斗机的空军基地守护 另外 由于地形及全球定位系统干扰等因素 使F-35C闪电2战斗机陷入无用武之地 只能以目视飞行的方式低空突入 于是独星侠建议 出动两组四架配备激光 制导炸弹的FA-18EF 其中一组负责炸毁设施闸口 另一组则借此摧毁整个设施 独星侠也希望 在考虑组员生还可能性下设计方案 因此 队员需要沿着河谷 以最小100英尺30米 至最大300英尺91米的高度 进行高速超低空飞行 在穿过被敌方雷达覆盖的防区后 衣衫是爬升在俯冲的方式摧毁目标 飞行员必须承担高达9G力的身体负荷 并将战机推至海军航空训练与作战程序 标准化定名的极限之上 然而 令独星侠烦恼的是 已故搭档呆头鹅 知子也在召回名单中 独星侠前往航空站附近的酒吧 独自饮酒时 却遇见了离异单身的前女友潘妮 班杰明 两人昔日情感在此时 慢慢重新交汇 独星侠起初 并不被徐远们接纳 特别是自视甚高的杰克 刽子手 色雷心 以及已故搭档呆头鹅的儿子 布雷德利 公姬布雷德肖 公姬尤其怨恨独星侠 认为他暗中抽出了 自己的美国海军学院申请 耽误了自己的职业生涯 在训练期间 学员们见识到 独星侠进行缠斗战 与执行各类战术机动的能耐 对这位技术精湛的老前辈敬佩有加 独星侠在与前女友潘妮 搬结名驾船后 后者不时为他解惑 最终两人旧情重燃 而刽子手在训练期间 发现了公姬的父亲 与独星侠的关系 并大肆宣扬 令公姬甚为敌视贵子手 差点大打出手 独星侠后来 又与身患猴癌的老战友兵人见面 独星侠对于公姬左右为难 他不希望在呆头鹅后 又害死他的儿子 但又认为 如果不让公姬出任务的话 公姬将永远恨他 兵人理解他的苦衷 建议独星侠放下过去 亦展现了他对独星侠 执行任务的信心 而恢复了以往亲密关系的独星侠 在与潘妮、班杰明两人在谈情说爱时 独星侠道出他在公姬母亲临终时 答应他不让公姬驾驶飞机 才会抽掉他的申请 并处处保护他 没想到却影响了公姬的仕途 长达四年 数日后 由于敌方提早启用核设施 独星侠因为过度训练 导致学员戒为蛟狼 马查多差点酿成坠机意外 并且一同训练的学员 纳塔莎、凤凰、特雷斯和武器系统操作官罗伯特 八部 弗洛伊德搭档的双座战机 遭遇鸟机意外而坠毁 两人成功弹射逃生后住院观察 而此时 又逢冰人此事 独星侠和其他飞行员均出席葬礼 兵人此后 独星侠遭辛普森中将永久禁飞 并且认为独星侠的方案过于激进 一而决定接管整个训练 并把执行门槛降低 以飞行员的风险换取轰炸的成功 然而 独星侠私自抗命 以单机实际操作展示出整套战术成功执行的可能性 最终令辛普森改任他为队长 独星侠挑选了纳塔莎 凤凰 克雷斯和武器系统操作官罗伯特 巴布 弗洛伊德为队员 另一小队 则由攻击 卢本 复仇者 废旗及武器系统操作官米奇 迷地 加西亚 组成 其余成员于航空母舰上待命 任务在独星侠的带领下正式启动 小队成功按照原计划低空躲避防空飞弹的侦测 同时舰队中的一艘提康德罗加级 发射多枚战斧巡弋飞弹进行空袭 破坏敌防空军基地的跑道与机库 令战机无法升空 四架战机成功摧毁核设施 但在爬升时 亦遭到防空飞弹锁定 小队为闪避大量飞弹袭击 而陷入一片混乱 独星侠眼舰热诱弹 用尽的攻击即将被击落 决定以自身剩余的热焰弹 配合眼镜蛇机动 替攻击挡下致命一击 自己的坐击也被飞弹击落 断成两截 旋风中将认为 双方战机存在代差 同时顾及组员安危 决定召回小队并禁止救援 攻击却违抗命令 在附近搜寻独星侠下落 并摧毁追击的米-24直升机 但同时 它也被敌方防空飞弹击中 被迫弹射出舱 两人重逢后 前往敌方的空军基地 偷走一架没被空袭摧毁的 F-14战斗机 当两人打算返回航空母舰时 两架正在巡逻的苏-57战机现身拦截 不兴侠原想借机身时别同属一侧来混淆敌机 但在不解对方手势而行踪半路之际 即攻击的鼓励下果断转入交战 并利用四代机擅长缠斗的特性 以近距离空战突袭成功 用机炮击落敌机后 两人继续返航 但在海面上 第三架敌机出现并开火 两人在弹药耗尽的情况下 打算弹射 然而 弹射功能因隐性失效 无法使用 最终 在千军一发之际 来源的柜子手 以空中优势救人一命 接着 他们迫降返回航空母舰 庆祝 柜子手和公鸡兵士前嫌 事后 独兴侠与公鸡和解 在自己的私人机库合作 修缠其私人的P-51战斗机 最后 独兴侠驾驶P-51 与潘尼敖翔天际 公鸡微笑地 看着自己与独兴侠的合影 旁边放着父亲呆头鹅 与独兴侠年轻的合照 我只是用人机库的 给大家看